贺朗特为真爱干杯 有请本期第一位男嘉宾 参加数项 仙土战 多说一点解剖号 三位老师好 24位女嘉宾好 现场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来自广东深圳的张鹏飞 今年28岁 这位男嘉宾由荔枝网提供 来 选你的心动女生 男嘉宾在选择心动女生的同时 系统已经为他匹配出了 制推女生 当他进入权力反转的时候 我们将公布制推女生 参与恋爱选择 港中正的糕好吃不上锅 爱之请回答 你的第一个问题是 我希望我的未来的另一半 可以接受我有一颗童心 这里我想解释一下 有一句话叫男人致死是少年 在恋爱中的表现就是 爱玩爱闹 爱撒娇 就比如说周杰伦 他在舞台上是霸气十足的小天王 但是呢 面对昆凌和女儿的时候 就是一个小公主 我觉得一个男生最大的童心 都应该给到他最爱的人 我刚想说这个 周杰伦永远都会听妈妈的话 谁还不是个少年呢 对吧 15号 那你在就是和女朋友的相处过程当中 也是会比较偏向小孩子那一种吗 还是比较像就成熟一点 不会 我在和女孩子相处的时候 是一个比较细心的人 但是偶尔的不开心的时候 也会撒一下娇这样 你跟我们区别一下 幼稚和有童心 我觉得幼稚呢 就是可能在处理一些大事地区上 没有什么原则 然后也没有什么想法 但是童心呢 就是生活的一种调味剂 偶尔的可以去撒一下娇 闹一下 给生活中天一点色彩 我觉得是度的差别 就一个人如果到了60%以上 全是童心 而且是快30岁的年纪 就有点幼稚了 但是保持在大概20%左右 80%的理性 它就恰到好处 是一种生活情趣 我觉得这个前提是 有没有见过世面 见过世面还依然有颗童心 还是说没有见过世面 什么都不懂 很幼稚 对对对 我非常喜欢一句话叫 归来仍是少年 对 你有什么都没见过 就是幼稚 你见过完了 还跟以前没见过的时候一样 那是真幼稚 24号 男嘉宾 你好 就是你能举一个例子 让我们女嘉宾感受一下 您既有一颗童心 又不是很幼稚 比如说女孩子生病了 我会特别地生气 然后呢 女孩子生病了 你会特别地生气 她那个病是被你气死的吧 我估计就合适 就是她生病的时候 我会特别地生气 就是说她没有照顾好自己 你为什么不好照顾自己 还要我来操心 不是 或者是 或者是我也没有照顾好她 就会觉得有点 生自己的气 对对 生自己的气 有点有点愧疚 但是呢 我会毅然马不停蹄 风雨无阻地 去买好药 去做一些事情 让女朋友觉得很暖心 我有我在她身边 这样子 我懂了 她就说生病的时候 我会买药 会体贴 然后我还会撒娇逗女开心 大概是这样子的 你的第二个问题 我不希望 未来只做你的拎包工具人 首先呢 我并不排斥 同女生一起逛街 我觉得逛吃逛喝 本身就是一件 很轻松 很气的事情 还有一个要求呢 就是希望 我未来的女朋友 可以在逛街的时候 除了给自己买东西之外 也可以给我买一些东西 不要买了很多东西 留给我的 只有一个购物袋 14号 你好 男嘉宾 那这样的话 女朋友的审美 能左右到你吗 就例如 我很喜欢一件 粉红色的卫衣 或者T恤 然后我想我们穿情侣的 然后你能接受吗 粉红色前面 还有个小爱心什么的 可以接受啊 只要我们穿起来很好看就好了 好 看第一条变得 夏上是青汉 冬州分两段 听到绿水降过了 春秋在国那里太过混乱 元气放空前 流水在青汉 听到老师降过了 西域的路上有扎签 不过家浪烟 不过家浪烟 课本的只是被他好烦好烦 不过家浪烟 不过家浪烟 学好了只是能困花其谈 太多历史没有punch line 在这教室里怀念那么懒 老师不要再讲如花江山 不如跟我学点Sanra 很sorry teacher 是可以嘻哈再现 通过努力 让你们对我有点 请同学们把历史课本翻到第一页 我叫张鹏飞 是深圳一所重点中学的班主任 兼黑story teacher 打瞌睡开小菜这种事情 基本上都会在我的课堂上出现 因为我风趣幽默 南辈的知识点我会把它写成rap 让学生穿着汉服来上课 以剧本的形式让同学自己脸出来 有些平时不爱听课的同学 在这个时候就会非常积极 顺便就把知识点记住了 课上我是老师 他们得听我的 当然课下都喊我飞鸽 我和我们班所有的男生都是哥们 会一起运动 一起吃饭 一起八卦 他们给我的生日祝福 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导致脱胆 我会对他们做很多事情 帮他们点炸鸡看保 他们吃零食呢我也要凑一下 我会要求我们班的男生 保护好班级里的女生 大家对教师传统的印象太深刻了 一本正经的 现在就会更多元化一点 亲其吃 信其道 学生 亲近老师 才会信任学习 老师传授的道理 学生面前像朋友 在朋友面前有更多的时候 扮演老师的角色 吃个饭也会去解释一些 菜品的历史渊源 威哥 春卷为什么要叫春卷啊 浮跳墙又是什么游然 丝绸之路都经过哪里啊 逛博馆的时候更不用讲了 我根本不需要做什么讲解器 我就是大家的讲解员 都学过 但忘了 忘记了 要不然我给你写段转开呀 我看了这个片子 有一种感觉 我好像从来就没上过学一样 为什么老师会有这么多机会 跟学生一块吃饭还叫外卖 因为我单身呀 找个女老师一块吃饭 一块玩不好吗 嗯 她们为什么都不喜欢你呢 没有 没有 没有都不喜欢我 有喜欢的是吧 有 有 那你为什么不喜欢人家呢 孟爷爷 我感觉你在给我挖坑啊 哈哈哈 你告诉孟爷 因为你有一种直觉 你的真爱应该在山沙树下 对 有一件事情我还是特别要说的 《非诚》十一年 播出了十一年 我看了十年 我是《非诚》的老粉了 然后每次孟爷爷 播完节目之后 在说那个报名方式的时候 我都感觉是在呼唤我 所以说我今天来了 我呼唤了十一年 才把她呼唤来 前面十年 她对自己存着一种幻想 她认为她自己能找到 到了27岁发现 确实不行 我还是去吧 历史老师有什么柴油 我看你以后又是Rapper什么的 现场也想给大家带来一段 甜甜的Ramp 我想请一位女嘉宾帮我唱Hoo 你要找一个人 还是我帮你找一个人 我想起孟爷爷的眼光 阮超超 可以 可以 你首什么歌 许松的 你若成风 好 厉害 你若化成风 我换华尘域 守护你身边 你笑为红颜 乖乖 我的小乖乖 你的样子太可爱 追你的男生每个都超级厉害 我却在考虑怎么说嗨 害羞的我这样下去要怎么办 真老板 爱今天又酸 我不是BOSE 没有超大的House 如果送你Rose 可不可以给我Chance 不想看时间这么一脸一滴Face 你若化成风 我幻化成雨 爱是落在眉间 似水往西腹流年 我爱你 厉害啊 非常默契 好可爱啊 我奉拳家 在女生出现之前 她唱的都很好 就是到了副歌部分 好像就没有他什么事情了 我来的时候 我和我的学生 给大家带了小礼物 我想在现场送给大家 这个是送给三位老师的 我送过去 我送过去 好漂亮 这一封信啊 这里边有信 都是夸我的 跟你没什么关系 因为孟爷爷在他们心中 就是瑞士的相差 亲爱的孟爷爷 你好 我们一家人都很喜欢你 幽默风趣的主持风格 特别是你送上神助攻的时候 确实没有你什么事 最好让我长出 乌黑亮丽的头发 乌黑亮丽的头发 你这同学真的很有才 写了诗在上面 是吗 念一下 天接云涛连小雾 星河欲转千番舞 最后一句是 陈老师请您一定用您的 三寸不烂之舌 让女嘉宾们 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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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恩赐灯吧 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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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字写得好漂亮啊 我要念一下 黄岚姐姐 看多会讲话 之前看《非诚勿扰》 变为你的知性妙语连珠 令人惊现的容颜 以及正确的爱情观所折服 别忘了帮我们同样优秀的飞哥 找到另外一半 吓我一跳 你以为是飞哥 冒飞的飞哥 我这儿有厚厚一本 有问候孟爷爷 也有问候黄奶奶的 黄奶奶的 可以 我把送下的祝福送给24位女嘉宾 可以 去吧 你就是为了凑近点看一下 对 这有个玫瑰 对 我真的吵死了 谢谢丽时老师 拜拜 来 阮超超念一下你这个 小姐姐好 你看我飞哥帅气大方 又有担当 他真的特暖 肯定会宠你的 看你这么苗条 温柔 那么年轻 美丽 你怎么知道 多般配 好 继续又是历史老师 博览群书 知识丰富 这样的暖男还不爱吗 等什么呢 然后下面一句 预祝新乐快乐 我们还等着试习堂呢 我终于理解 她说她那颗童心 就是你天天跟这么好的 孩子们在一起 可不是有一颗童心 是的 是的 让自己也变得 更年轻了 王子怡 我这个上面写 小姐姐 你好 请不要嫌弃我们的飞哥 她幽默风趣 又才华横溢 会唱跳跳篮球很优秀 如果跟了飞哥 您会更加美丽 您站在飞哥身边 就会凸显您的爵士美貌 谢谢 你就可以通过这些信 发现现在的孩子们 他们的思想多有意思啊 他们以后长大了 不丑 找别像 他们都是同事什么 这个是我们特别喜欢 孟非老师的江老师 他听到我要来 《非诚勿扰》之后 两个星期前 就把自己的衣服给埋好了 白说 新衣服来的是吧 哎呀 太好了 哎呀 好看 欢迎 欢迎 欢迎你们几位 你出去玩的时候 喜欢逛博物馆是吧 对对对 你去了哪些博物馆国内的 国内的很多博物馆 我都去过 比如说我们南京的 南京博物院 还有湖北省博物馆 他们那儿的边中 和那个岳王勾建建 岳王勾建建 这个是湖北省博的镇馆之宝 他的很多锻造工艺 到现在你都解释不了 他为什么在2000多年前 能有这样的锻造工艺 那个合金技术 13号 男嘉宾好 我是来自湖北武汉 文旅公司的一名职员 如果说你的女朋友 就是一个特别不爱逛这些人 你会用什么方式 让他去看这些吗 这位同学的问题 问得非常好 这位同学 博物馆是一个 非常有趣的地方 比如说我们如果 去一起逛故宫的话 我们可以去到 历史剧拍摄的那个地方 我们可以照一张同款的照片 再比如说 我们可以去一起逛文创店 买文创 我们还可以一起去故宫撸猫 很懂女生的心理 三好 男嘉宾 你好 我其实也是个兼职口语老师 然后我有问题想问你 第一个问题就是 因为有的时候 可能老师的职业病吧 有的时候会讲大道理 那如果两个人有分歧了 讲一个大道理 你是什么样的态度 对你的女朋友 然后第二件事 你喜欢跟你的女朋友 打辩论赛吗 打辩论赛吗 那是她 那是她 什么 我也不 我做评委 我也不 你还记得起第一个问题吗 我记得 来 第一个问题 开始回答 先回答一下第一个问题 在和女朋友相处的过程中 我始终坚持一个原则 我们是谈恋爱的 不是来讲道理的 好 第二个问题 想不起来了吧 你喜欢打辩论赛呢 跟女朋友 我们在平时呢 可能为一些工作的事情 有一些思想的碰撞 但是在生活中 小事就没有必要 谢谢 这是我见到的第一个女孩 喜欢辩论的氛围的 但是辩论不是吵架 对吗 不是吵架 辩论是思辩 所以我想问她的态度 如果我们因为一个问题 发生了不同的想法 会辩论者 辩论者吵起来吗 有 我 有的时候可能会 你要想一下 她虽然说她爱辩论 但是你稍微有点经验 就应该想 她要输了是什么结果 来 看下一条 三十讲台上 我是游刃有余的老师 但在爱情里 我还是个害怕考杂的学生 初恋是我的大学同学 那天下午上体育课 她蹲下来整理鞋子的时候 头发无意间 从肩膀上滑落下来 阳光穿过发丝 那一刻我觉得 她就是美好本身 我开始找她借笔记 给她买零食 我们自然而然就在一起了 但自然而然在一起之后 我觉得也应该有一个 比较正式的表白 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有没有用一些特定的东西 把它记录下来 就买好了鲜花 把它跃到公园 认真 郑重地 向她补来一个表白 当毕业后我选择了考验 她才回到老家 找了一份稳定的工作 年轻的感情 扰不过距离 最终还是散了 第二段感情是在炎二的时候 我至今记得喜欢上她的那天 室内的灯光很暖 她笑得很甜 很多人在追求她 直到她以来 找我表明心意 才终于在一起 第二天又重新给她 补了一个惊喜的告白 但我们总是会有一些 鸡毛蒜皮的争吵 分别的时候 没有目送她走远 她就会生气 早上不和她一起吃饭 也会生气 还有一个就是她不做饭 那我就做饭咯 那我在做饭的时候 她在旁边要加一直到 你这个应该这么放 你这个应该这么放 这个做的不好吃 这个东西应该这么切 你本来想给她 做一个精心的晚餐 就这样搞的 你什么都不想做 两个人有矛盾 可以有更多的理解和包容 但往往是我退一步 她反而要进一步 我的两张爱情答卷 图图改改 都没有拿到高分 但首先也让我变成一个 更体贴 更细心的人 两个人在一起 我觉得是相濡以沫 而不是吵吵闹闹 未来另一半 我希望是一个温暖可爱 能够互相欣赏的女生 22号 你好 男嘉宾 刚刚看VCR里边说 您给你的两段感情 都补了一个表白 是的 就是我想请问一下 您是很注重仪式感吗 首先我在生活中 并不是说每一件事情 都要注重仪式感 但是有一些特别的事情 特殊的时刻 我觉得仪式感 还是很有必要的 比如说一段感情的开始 有一个真诚的告白 这可以给对方 更多的安全感 就是你可以让对方看到 你真诚的态度 还有一个重视的程度 明白 谢谢男嘉宾 多乐 说到仪式感 如果在约会的时候 男生能用特种冰 生榨椰子汁 为我做一份烟奶冻 我就会感受到浓浓的爱意 就感觉既健康又营养 就感觉心里面暖暖的 6号 男嘉宾 你好 如果你的同学 他们不喜欢你的女朋友 或者是背后有议论他 觉得这个姐姐这样好奇怪 这个姐姐怎么样 就是可能你的同学们 议论你的女朋友 你会怎么处理呢 我觉得我的学生 和我的女朋友 应该不在一个 比较的范围之内 他担心的是这样的 我给你描述他担心的场景 你带着女朋友 给你的同学们看到了 两个女生那时候 哎呀 飞哥找到里面好丑 不小心被你听到了 你会有什么反应 需不需要说点什么 我应该说 我说这小孩子说话 没深没浅的 童言无尽 你不要和他们纠结 小孩都爱说真话 我相信我的同学 不会这样说的 你很担心这个事吗 6号 我现在不是很担心的 我觉得他处理 还可以吧 来 最后一个问题 张一飞 你好 男嘉宾 那和女朋友 就是交往之后 肯定你的重心 会有所偏移 就如果您的女朋友 要求说 以后你下班回家 你必须回家吃饭 你不可以再跟你的学生 吃饭了 因为你得陪我 就是你会怎么样平衡 还有就是 您对于女朋友 有什么要求吗 就喜欢什么样 比如说身高 性格等等 我先回答第一个问题 就是之所以我现在 和同学相处的时间 那么多呢 很大的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我一个人 时间可以自由地支配 但是如果我有了女朋友之后 我肯定会更多地 去庆祝与我们共同的生活 然后我喜欢一个温暖可爱的 然后我和大家都有 这个共同点可以互相欣赏的 他就说温暖可爱的 不 不 不 我不温柔 我也不可爱 现在留灯的是3号和14号 好 来 8号 智推女生 山楂树下鲜果炸 多吃一点也不怕 请揭晓智推女生 张鹏飞的智推女生是 智推女生是张亚欣 20号 男生有非常强的上进心 聪明 爱思考 有活力 追求有品质的生活 女生优雅大气 慷慨大方 独立自信 上进心强 注重生活品质 男生会欣赏女生的精致和自信 女生也会被男生的 聪明和上进所吸引 会彼此欣赏 我们来看4个女生的基本资料 苏联狱 万能的我 离不开水的鱼 猫狗对话者 我选3 最大的快乐就是 宅家与自己养的猫猫狗狗 说话有时候工作很晚回家 很累的时候和他们说上 一两个小时的话 完全不碰手机 就觉得特别幸福解压 软超超 我的理想型 不能做的是我的日常 不能做的是 在一起之后 不可以提前女友 也不能在自己面前说前女友好 在心里默默地纪念她可以吧 不行 心里也不行 一个历史老师 绝不能提历史 张亚欣 我的重口味 恋爱主宰 必要的自由 必要的自由 自己比较喜欢穿修身 性感 运动 活力等风格多变的不是 今后的男友 一定不能以任何理由 去干涉女方的穿衣自由 你可以吗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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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问题 康曼婷 未来规划 理想中的她不想被打乱的计划 理想中的她 自己虽然不是很注重对方的颜值 但是却很在意对方的穿着打扮 希望两人在一起后 不要整天粘在一块儿 要给彼此足够的私人攻击 最后一个问题 问四个女生 理想中你的男朋友做什么事情 最吸引你 苏连玉 你好 男嘉宾 我觉得男生会游泳 对吗 游泳的男生会吸引他 软超超 我觉得你做什么都不用 就是说特意的来吸引我 只要我喜欢你 你站在那儿 你就吸引我 对 我比较喜欢有一技之长的男生 就是他可能在自己的专业领域 很就发光那种 辩论赛的姑娘到了 打辩论吧 你要是良心竞争能打赢我 或者是点亮我没点亮的技能 这太厉害了 这是真爱辩论 我看出来了 你要做最后的决定了 你要选中间两个女生 有可能会拒绝你自己回去 另外两个女生 我希望你可以牵手其中一位 想清楚告诉我们你的决定 好 我选是变了女生 恭喜你 恭喜 恭喜 恭喜两位变手 恭喜 我还有一句话要说 你说 就是今年夏天的时候 我来了南京 求了姻缘 然后我现在想带女嘉宾去还愿 马上去 现在出门 有点远 来得紧 恭喜男女嘉宾获得了 由港容生蛋糕提供的 浪漫海岛助理 港容生蛋糕我对你 真的 港容生蛋糕好吃不上火